空軍飛官朱冠萌上個月 駕駛F-51戰機不幸最海迅直17號舉行公計 在此同時測量船奧戴利斯號 也在16號實底了台東加路蘭外海實施地點 並開始進行探測還有打撈作業 朱冠萌 你的任務結束了 謝謝你 總統蔡英文一聲任務結束了 謝謝你 向迅直飛官朱冠萌以及家屬 表達國軍痛失陰彩的哀戚 以及對於朱冠萌守護的臨空以及軍民表達感謝之意 空軍飛官朱冠萌上個月駕駛F-51戰機不幸最海殉直 而今日在台東制航基地舉行告別式 而在戰機逝世的地點也沒有閒者 先前因為海下不佳 打撈作業一直呈現停擺的狀態 而昨日測量船奧戴利斯號 也已經抵達台東加路蘭外海的逝世地點 業者表示已經準備好相關的器材 並會採取24小時不間斷的方式 輪班進行探測打撈作業 如果說是天氣好的話 我們就希望說盡可能趕在天氣好的中間 盡可能24小時兩班工作 24小時工作不休息 理論上來講 以飛機那麼重的話 應該被流走的機會應該不大 我們上面有多坡數測針雨 也是全世界最好的設備 我們現在正在使用中 然後如果說找到可疑是目標的以後 然後再讓無人再去下去看 測量船目前正積極地進行探測 希望能夠早日將世事的戰機打到上岸 厘清事故的真相 也希望同樣的悲劇不要再次上演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